就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我假設綜合練習題裡面 我希望把這三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幫我串接完之後 變成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把它丟到這個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要怎麼做會比較快 當然最笨的方法是用土法鏈鋼 以SEO裡面基本上 其實不是你要用那個土法鏈鋼的方式來完成 如果你用土法鏈鋼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底下有大量的資料 像一般的電信公司至少都是幾萬筆起跳的資料 那你幾萬筆資料你一個一個慢慢key的話 那我想你key到下班的話key不完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用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串接符號包含就是這個REPT的函數 包含就是LEN的函數 那可能 第一個你要怎麼使用這些函數 大部分同學我想都有用過函數 不過可能 還是侷限在什麼加總平均那些簡單的函數 可是實際上以SEO裡面的有大量的 函數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你會用函數 你的問題很快可以解決 但是如果你不會函數 恐怕你就是土法鏈鋼的 結果是不一樣的 就像 你走一段路可能可以到到車站 當然你走路要很久 可是如果你搭到車的話很快 一下就可以到 那這個地方的話那當然如果你對REPT函數 跟LEN函數不熟的話 前面我們有幾個工作表 REPT你可以點擊 那也許你可以先練習這一題好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首先的話這個邏輯是 他的銷售量每100筆給一顆星 如果200就給兩顆星 意思類推 那也就是說這個邏輯 當然你就是把他 把這個銷售量除100 不過除100之後呢 我們是要留下他的整數部分 比如說他除100之後的話是 1.58 可是我要一顆星就是1 我要留下 整數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要怎麼樣利用 REPT幫我重複星號 那底下當然也有一個說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底下有個REPT加 INT函數 然後幫我得到星號 那每100筆呢是一顆星 那這部分呢該怎麼樣完成這件事 第一個好 游標先放在那個C3 這個儲存格 那一定是先列 先蘭 C是C蘭 3是3列 放在C3這個儲存格位置 接下來的話呢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使用函數的話 全部的函數呢 通通放在這裡 你只要按一下他 他會跳出一個畫面 告訴你說 你要插入什麼樣的函數啊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搜尋函數啦 比如說你打一個 關鍵字好了 比如說重複字源之類的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知道的話 你就直接找 下面有個類別 比如說我要針對的是 文字類的 OK那你可以找到底下有個文字 文字裡面呢 這些從頭到尾 就是專門針對什麼 專門針對那個 文字相關的處理 所產生的函數 那當然 他上面都英文的名稱啦 其實基本上 應該 可以用 理解的 比如fine好了 fine意思是說你要找 什麼樣的關鍵字 在某一個儲存格里 有沒有被出現 你用fine函數 這個我想我們後面還會用到 那其中當然你往下找 他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啦 所以其中的話REPT是放在R R這個位置 所以你找到 那怎麼去使用這個函數 我想特別注意呢 其實基本上這個函數不是要你去背 而是你要去了解使用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 底下都有跟你講一些使用的規則 REPT刮虎有沒有後面一定會有一個參數 透點 兩個參數 意思說 你要 幫 我要幫你重複 做什麼事但是你要告訴我兩件事 第一個 你要重複什麼次 有沒有 test 第二個問題是 那你要告訴我重複幾次啊 不然我怎麼幫你重複 但是如果你跟他講正確的答案 他就會 把結果 告訴你 並且幫你做完 OK那這個地方就是其實函數的作用啦 所以 函數基本上有點是什麼 你給他你需要的參數 他給你你需要的結果 那中間過程是怎麼做的 這個不重要 他只是會跟你講結果就好了 那其實跟以前學數學不太一樣 數學這個演算你中間你要自己去演算 而且要把結果做出來 那現在呢 Excel差別是演算不用了 你只要告訴他幾個數字 X跟Y好了 他會告訴你 結果是什麼 中間那個部分不用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學數學 我倒是覺得以前學一堆 反而發現 其實在Excel裡面都可以 得到答案 所以有時候其實可以不用從頭到尾去學什麼三角函數之類 因為基本上可能用不到 就像前一陣子一直在討論說那個 文言文的比例應該多少 我一直覺得說 我唸 我唸了16年的中文系 說真的 坦白講 說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研究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自己再去唸就好了 所以那個比例多寡我覺得 可以再商量 但是 應該是要 引起大家興趣為優先 如果你 讓他讀了一堆結果反而害他 永遠都不想要去碰古書的話 那再多也無益 如果說 如果他因為接觸一點他有興趣 少一點沒關係 對不對 你看那個 讀一些簡單的東西 他自然引起興趣 有機會 我覺得現在人都很聰明 你們網路Google一下都會有答案 何必還要 塞一堆東西在你的腦袋裡面 所以很多時候不用背 你需要了解 前因後果 自然你就懂了 OK 我覺得你們應該夠聰明 不需要 去限制你們 應該 給你們一個彈性 所以我覺得 反而這樣會不會吸引更多人 來學習中國文學 我覺得應該也是有可能 這東西其實 OK 那我們 我們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去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如果你實在不了解的話 底下有個說明 有沒有 一指定的字串 重複 幾次顯示 您可以利用 不過你會發現 唸完之後 這個作為一定是不及格的 你發現 寫這個人的作為 非常的糟糕 為什麼 因為 主詞 動詞 全部 他位置都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可能幾個原因 第一個 這應該是 理工背景的人 寫的 第二可能是說他直接用英文翻過來的 都有可能 不過 就像學理工的人難道就 不應該學習文學嗎 沒有 沒有這回事啦 就像唸文學人 就一定只能學文學嗎 也不必 這樣子 去拘捏 就像我在學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也是學程式 我唸的也是 中文系 中文系的人不能學程式嗎 誰規定的 不過那時候我為什麼會學程式 導一個理由 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 中國文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他的古籍數量太大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用對方法 就像說你 出國不會用 GPS 不會用Google地圖的話 可能你會玩的不愉快 尤其自由行 如果你要自由行的話 你一定要會懂得一些科技的 工具 對不對 同樣道理嘛 你那麼博大精深的東西 你怎麼學得完 結論是學不完 所以怎麼樣呢 你應該要用方法 幫你找到你需要找到的資料 OK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問題 大半研究者 多半還是用一些比較土法煉鋼的方式 最後的結果是 一輩子都學不完 而且越學好像越挖 好像讓這個 這個這個領域的資料越來越多 但是沒有個結論 有些東西其實 對就是對啦 錯就是錯 那當然 應該用一些比較我覺得科技的手段 尤其是時代的潮流 你應該要 順應 時代潮流 順水推收 永遠比 逆水行舟來的簡單 太多了 所以我們順應時代潮流 所以在這 這個地方 也許未來 你們也可以用ECL 怎麼樣 做那個什麼呢 中國文學古典文獻的研究 有沒有 你可以先把資料先放在這邊 把你需要的結果先撈出來 再去設定一個結論 就是根據資料去做一個結論 我想會比較有說服力 OK ECL能不能辦到 是可以辦到的 這要怎麼做 我想我們 在後面再繼續來看 那IPT裡面除了這些說明之外 還有函數說明 你也可以點擊它有沒有 他一樣會幫你怎麼樣 連線 到那個微軟的網站 並且幫你把更詳細的說明 幫你把它撈下來 不過 各位不用對這個 官方的說法 太抱持太大 的那個 期望 因為 剛剛看到那些文字 你就知道 其實我覺得應該 是不是應該有很多 應該有更多學習 那個文學的人 可以加入 這個說明檔 的 這個設 不過這裡面 這裡面也是一樣 他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而且甚至告訴你 第一個是他的使用方法 一些描述 語法 語法大概這些 然後 註解 範例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假設 你不是很了解這個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你也不要太認真看這些資料 因為 這些資料其實充其量就是一個說明 他就是一個像一個手冊一樣 那至少 你在沒有參考資料之前 他會是一個蠻好的 方式 OK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按確定之後的話 兩個東西 第一個重複這一個 第二個的話重複幾次 根據這個資料 根據這個資料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100 但是你除以100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旁邊有什麼 1.58 對 可是基本上 當然你現在按確定 他還是會直取整數 不過比較精確的做法應該是 可以再把什麼呢 除出來的結果 取整數的部分就好 那如何取整數就好 特別重要這邊有個關鍵 請你游標放在這個 運算式的前面 加一個函數 叫 INT 這個INT呢 實際上就整數的意思 OK 就int 就是整數 前刮弧 再加個後刮弧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 這裡面計算的結果 裡面的整數部分留下來 那小數點呢 就自然 自然幫我捨去掉 所以你會發現你加了一個INT 之後的話 這個結果後面看到是121 那這個時候呢意思就幫我加一顆心 就是repeat 一顆心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所以待會的話 第一個做法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 底下還有其他的怎麼辦 我先把它置中好了 置中在上面 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就錯了 理論上應該是 可以向下填滿自動全部完成 那哪裡錯呢 看得出來嗎 基本上 因為我們 上面有一個公式對不對 這個公式呢 指的是 C1 那C1呢 如果你將來 假設這邊向下填滿的話 他有一個規則就是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裡面的列號 1會變成2 2會變成3 所以 基本上你會發現 往下 看一下 C2 C3 可是 我們重複還是新號 你不是往下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把它鎖起來 那要怎麼鎖起來 特別需要 我再點這邊 再插樓數 鎖的話 記得喔 請你在1的前面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錢 如果你要讓他不要動的話 就是給他錢就對了 就像如果一個員工要離職的話 老闆就跟他講說 我給你錢 幫你加薪 他也許就留下來了 OK 不過這個只是比喻啦 主要是說 在哪邊加個錢的符號 Dolls符號 在1的前面加 那為什麼在 1的前面加 因為往下填滿是 列號增加 後面是列號 但是未來如果你橫向的話 前面是藍號 向右的話是藍增加 向下是列增加 這個是一個固定規則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面加一個 錢的符號 按個確定 那你就把他向下填滿 放開 OK 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幾顆星就完成 裡面因為這個地方 他不滿 不滿 1 所以呢 留下整數之後就零 零的話沒有 零顆星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 試著玩玩看 剛剛講的這個 插入那個 REPD函數 當然如果你做完之後你也可以試試看 文字函數 從 A SC 到 Value 有這麼多 那每一個每一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我是建議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都有它的作用 至於什麼時候會用到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要瞄一下 也就是將來如果 可能會用到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IEPD函數先試做看看 好 好 好